家紀六甲原來的公關牛馬 當時六甲在地的信用 家紀官文化基金會的報 就是順回演出 以牛馬的團水來做局本 帶種裡面的四大小孩 安排的就是體驗庫庭 不然讓他們做孩子 而且要做回來演出 老人有辦法出來怕人生這個 就是搞起來很好 讓他們這樣子來演出 這種這麼大型的那個演出 對他們來說 他們覺得很有意義很高興 各級我們文化 競爭會推散的四驚人增加 邀請雲南社區的 時代跟蒜頭 還有少許的孩子 造成報題一番 配合當地牛馬團 和牛馬的故事 做會延續在地的信用文化 他們在上課的過程當中 學到要做紅仔 然後要去圍紅仔 還要自己替衣服 把這個報題的紅仔做出來之後 來表演這個牛馬傳奇 我們也需要我們的長者 能夠把他們的智慧 把他們的地方的文化 然後透過這樣的一個方式 然後傳承到我們小孩子手上 會帶他 他是跟牛馬在戰鬥 今天我們都沒有基金回顧 學完當中的最多月有95歲 最小限的只有七歲 有勞有陣 讓最合作和合室 如果讓大小孩有心情的體驗 也帶去地本文書團成的意義 記者 劉慧廷 加基報導 記者 劉慧廷 加基報導